这里两三百米的时候就是去山海关的大马路 我从这里拐进来 没想到发生了一片树林 我把车停在里 这么多树看到没有 就不会晒了 停在这里 好好休息一下 剪辑视频 休息 结果一路走来想打一点水 没有水 一直走到这 这应该是海边还是河边 这应该是海边吧 这个水不知道能不能够用 如果是海水是肯定不行 那我把桶都拿过来 我先去试一下 这个到底是海水还是河水 我尝一下 这是海水不行 算了 还是回去看看有没有人家接点水 外面就是去往山海关的路 我从这里拐进来 到了老龙头景区 现在走哪呢 五点钟的还没到人都没有 我去看一下 这有车在这 怎么停车都不值啊 这什么地方能不能停车 来得太早 这都没有人 我把它停在人家房车的后面 看看 因为占用其他一个车位置 好像不太人道 看一下 很多没有 有点可笑 我这么早跑过来 顶区在哪里呢 往前面走一下 应该这个方向吧 现在很多地方房车都不让停 但人家这里专门画了一个房车 停车的位置很长 停两台车位置就有多 那也有这么多人在这录影 看见没有 车顶帐篷 但是相对的说还是不多 充电桩 这景区来得太早了 觉得很可笑 这个叫老龙头景区 这个范围有这么大 停车场很多 但是人却很少 车也很少 哪有担心什么停车 一收费你就都跑光 你看看 这房车营地还不错 房车的位置非常多 对房车非常友好 当然 肯定要钱 没钱有这么友好的 那就不错了 现在才5点15分 我来这么早干嘛呢 我不来嘛 坐在那也是 都不知道干嘛 我干脆早点来人少一点 这叫山海关景区 又叫老龙头景区 又叫老龙头景区 到底要啥 哦 这个是景区入口吧 50块钱一条票 等一下画巨资 买个票进去 带你们一起看看 上海关景区 上海关景区 牛肉面 这都没开啊 这东西啊 几点钟再开 我在这干嘛呢 看一下这些介绍 上海关景区的介绍 等到7点10分 终于可以进去了 我先去买票再说 花巨资 25块钱 买了条票 因为我超过60岁了 所以 半价 7点多才开门的 这景区大门是这样的 看 还是早了 已经从上海关出来了 你看 就烈日当头 但是这里的烈 跟内地的烈日 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因为是受海风的影响 它吹气非常非常凉爽 一点你都不感觉到烈 我是沿着这条228过来的 一直过来 找了一个小时 都找不到那个露营地 因为太晒了 要在阴凉的地方 就很爽快 没想到我终于找到一个 这么个东西 废弃的加油站 加气站 不知道废弃还是没有营业的 非常非常好 好好休息一下 真幸运啊 今天 太幸运了 海边就是不一样 风很大 你们看 风很大 现在肚子饿了 早上没吃什么东西 但是烧火又不行 现在怎么让电呢 只有80% 如果这么一煮的话 晚上这一顿电就不够煮了 因为我以为煮饭还有炒菜 现在坐在车里有点迷茫 还不到12点11点多 现在 水也喝都没有了 火又烧不了 平时我都是用柴火来烧水 用电的话还是不够用 这附近是 那个加油站好像也是飞气的 我一出去看 他这边又没看见商店 我到那边去看一下 风很大 海边的风就是凉爽 我过去看一下 这种车挺有意思的 应该是电的 我看跑来跑去跑来 这是度假村的一些旅游车 就是这个不能开上公路的 这有好几台 你看都不一样 哦 看这有东西 看这有什么东西 看这干嘛呀 在那里干嘛呀 没有 我拍点视频玩 是的 我拍点视频玩 拍点视频玩 买点货吧 这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湖南的 对啊 在那旅游溜的来了 对呀 帅死了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 老师是在住啊 没有 就是拍点视频 在那住住啊 我就是 看我在海边啊 对 海边 海边这个空气都是新的 这个买的 这什么东西 虾酱 虾酱了 这虾酱怎么卖的 10克 10块了 还卤虾酱 我的妈 这虾太好吃了 卤虾酱了 还有还有啥 就这个 虾底 小银银 我看一下 各种啊 哎 这啥东西 哎 玉饼 啊 玉饼 饼啊 嗯 这怎么卖的 哎 五十一斤 啊 五十一斤 哎呦 五十一斤啊 吃不起啊 穷人啊 你一个人家的 没有啊 五十一斤吃 你早来点 啊 你早来点赢 我不愿意啊 哎呀 就这虾仁 怎么买这么些呢 好处啊 这什么东西啊 银鱼和那个 五十一斤这饼啊 饼我就想买了 这怎么这么贵啊 来吧 这这么贵啊 哎呀 菜还贵 他们这斤少了啊 这什么东西了 我看看 有饼吗 你尝了 我我我我我没吃过 没见过 啊 朋友们 你们看看 这叫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 那个 安康鱼片 鱼片 哎 一斤吗 安康一斤吗 好吃是好吃 就说太贵了 这什么东西 这还有还要贵呢 还要六十斤呢 哎 我说想买点水果了 看看有没有 看的 鱼鱼 看这大鱼鱼 看这是不是正经大鱼鱼 哦哦哦 那这个就更贵了 这不贵 四十五 四十五 四五一斤了 哎呀 我想买点水果 这附近有没有 没有 来点这鱼饼吗 吃不起啊 五十块钱 那五十块钱 你少来点不可以吗 五千下的 谁知道了 你看有没有 附近有没有水果 你看看 没有水果啊 都没有 这边都没有 这个便利店 这个东西应该没有 收完了 便利店 没东西 那你好 这便利店已经不开了 对不开了 那对面的加油站 有没有 对面有 有东西卖了 对 刚才都没有东西 我还是到对面 那便利店去看一下吧 本来我这车上就应该放一点这个 饼干啊 蛋糕之类的东西 饿了就可以吃 现在又不到份点 煮饭嘛 又比较麻烦 我那店只能煮一顿 不能煮两顿 所以现在到对面那个加油站去看一下 原来这个加油站是营业的 我到里面去买一点东西 我看没有放过 没有放过这个 这个是啥 那个麻花 麻花呀 这多少钱一元 五块 麻花 这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 麻花 还有没有点饮料 滋烈的东西 这啥东西 那个好一多 多少钱一罐 那一桶12 这一桶12 好 上面那个是什么 那个也12 那个属于芒果汁 芒果汁 哪个芒果汁 这个 这个 一共多少钱 一共23 你也少累了 终于从那个加油站里面买到东西了 买到食品了就不用 煮饭了等一下再煮 晚上再煮 因为我的店只能煮一次了 你看买了这些东西 那加油站的东西 价格比较广大 这个5块 这个6块 还有那一罐是12块 跟我们平常家里的价格是一样的 好中午就吃点这个 对付一下算 以后有经验 在路上多买一些些东西 现在 12点多吧 你看外面风好大 我只能躲在车里面 你看 刚才在那个交易站买了这个东西 看 这里23块 就不用煮饭了 等晚上再煮了 今天严重超支了 不得了 这样下去 门票25去掉了 这里23 48 再加上油钱 油钱 今天虽然跑的不多 可能也有18块钱 这样算起来的话 48加18 66块钱 严重超支了 没办法 哎呀 以后注意一点 以后 买一点 那个什么饼啊 什么在车上 如果没办法煮饭的话 就吃点那个东西 撑掉过去就行了 就撑着就行了 直撑到 晚上就行了 这边海风啊 好大 吹得有点冷 我睡在车里 要盖被子 现在也不知道干嘛 现在跑了 也没用 因为葫芦岛 有位粉丝 让我过去 我们会会面 所以今天 不会赶到 看情况吧 我再往前面赶一点最好 但是现在去不了 你们看 这么大的太阳 去到半路怎么办 不晒死 等到 5点钟 或者45点钟的时候 我再往前面走 看 因为走到那里 天黑了 六七点钟了 它就不晒了 随便在哪里都能够露营 但这儿不行 现在真是晒 给它晒成狗 会晒干 现在5点多钟了 哎呀 也不想走了 走那点路程 好像话不来 我在这里刚去煮点饭吃 在过夜算了 你看 我在这煮饭 出门不行的 你看外面不行 你烧不了火 什么都不行 这么大的风 只能在这里煮饭吃 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明天早上再走了 再见